好,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理離子電池 Lilylion 那這個英文簡易寫是Li 就小Lon OK 好 那理離子電池這個 在我們這個日常生活這個用的很多 比如說這個電動車特斯拉 Model 3 他這個 就用這個理離子電池 那他的這個 型號是21700 就這樣一顆啦 他用了好多顆 OK 那21700等一下會解釋這個型號怎麼來的 像老師這個桌面有把一些 老師用的這個理離子電池 這個是 1860 OK 那這1860這是平頭的 這間頭的這也是1860 OK 這有帶保護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老師看一下這個帶保護 OK OK 我這頭影片有這個 帶保護的說明 這裡 OK 把這電池把它拆掉呢 快掉再拆喔 不然這拆了就不能用 他這個頭的地方呢 這裡有一個這個保護片 圓圓形的有沒有 保護電路 OK 就這個 就在在頭的這個地方 OK 這稍微有凸出來有沒有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1860怎麼來的呢 到網路去看說明 那型號為什麼叫1860呢 這一顆 看這一顆 以這一顆為例 就這一般這種 電池 這種離子電池呢 大部分都做成這個圓圓圓形 OK 好 那像1860呢 18是什麼 就是他的這個直徑 直徑是那個 18mm 那高度呢 就65 後面那個0不要理他啦 就65mm OK 那像這個有沒有 就1860 剛剛特斯拉那個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再看一下 這個 1860呢 這個是標準的 那你如果禿頭呢 禿頭有沒有 再保護呢 就會稍微大一點 稍微高一點 不好意思 那是這個 這個那個 那個 有好幾種組合啦 就是說這個平頭 那兔頭 那帶不帶保護 那最高的是什麼 這個有點高有沒有 最高的是這個 又兔頭又帶保護 所以這個有點亂 OK 好 那再回來看 特斯拉的 特斯拉的編號呢 你看他這個 喔這裡 21700有沒有 你看這一顆 這個難比較啦 這個 那個 縮小的這個程度不一樣 OK 那這個 特斯拉這個比較 比較這個 大顆一點 他比較長 半徑比較 直徑比較大 直徑是21mm 那高度是這個 70 就7公分啦 OK 比這1860還稍微大一點 好 那這個 離離子電池 力量按電池 是可以充電的 這邊有個充電器 充電器 OK 那這個一般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他的這個標示好了 看一下這顆標示 我這顆1860 標示是這個 他的電池容量是 3000 miniamp 奧爾 有沒有 這有沒有 電池容量 標示在這裡 那他的電池呢 是3.75 移子電池一半 一顆都3.75 這個特斯拉 Model 3用的這個也是 這也是 那個3.75 OK 好 那 老師這邊有這個比較小的 你可以自己用尺量看看啦 用尺量看看 這個真的高度就是 那個 1860的話就是 6.5公分差不多 OK 差不多 好 那這種比較小的 我把它拆開來 這個比較小的是 這個是雷射 開不到雷射 開不到雷射 這雷射 這雷射 雷射手電筒啊 他還是用這個 移子電子 這比較小 這個移子電子比較小 這是多少 看一下 這是 16340 這裡 16340 所以他這個 大概一顆就 要兩顆才有這個1860的這個 一顆 看一下 有沒有 明顯差很多 這比較矮 因為比較瘦 OK 好那這一樣是3.75 一樣3.75 860 860的這個 860 不好意思 DDRM的電池 電池 一般 一個 這個Sale 都是 3.75 好 充了電以後 電量會變高 充了電大概會 到4.1 4.2 左右 好 大概 就這樣 這個電池 這個電池 他跟這個 不好意思 我這邊還有一個 有些手機有用這種電池 像我是這種老手機有沒有 這種舊的手機呢 他用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有打 EDRM MVM battery 我這種手機 他就不會做我們這種圓柱形 手機的關鍵沒有 沒辦法就做這種 這個 四方形的這個扁平的 OK 長方扁平 長方扁平的這種形狀 因為這個需要不一樣 這個電池形狀也不一樣 好 那 有一種比較 更常用 不好意思 這個 廢機會用的電池 就我們這個 玩具廢機會用的電池 是這個 比較危險的 這叫 鋁聚爾電池 我們那個有 另外一個 那個 引擎再來介紹 鋁聚爾電池 這鋁聚電池 比較安全一點 OK 這個 沒有像那個鋁聚爾電池 這麼危險 好 然後 大概就 不好意思 大概就這樣